這節就是袁爸爸在這裏 我們三個就做一次直播 直播的朋友已經看到了 到時會剪輯播 很多朋友會看的 這一節 我們真的要討論多些國際話題 因為 現在全世界局勢 個個都有關注俄羅斯 昨天我們去接機的時候 今天一說起邵姨股 袁爸爸懂得邵姨股的 我幾年就在俄羅斯做生意 那個叫做土雅 土雅共和國 就是我們以前 我們歷史上叫做 唐古拉 唐古拉山 土雅和唐古拉差不多 我為什麼去呢 他們那裏有全世界最美的招門 比蒙古的招門都很美 但是他那裏有更美 招門用來煉鋼 你知道 招門真的不夠 因為他要煉這麼多鋼 他中共差不多等於全世界 八成的鋼都在大陸煉 人家那些是特別的鋼 他們用的那些是普通鋼 那麼他就不斷地要招門 那怎麼辦呢 那裏有 但是運不出來 他需要一條鐵路 那個土雅在哪裏呢 那裏太原始了 所以 那裏 你也知道 史太林時代 那些蒙古人 就是不重視 要禁著蒙古人 整個蒙古不准工業化 很多礦 現在蒙古的礦 史太林那時候都已經知道了 北礦都有 等於整個澳洲 但是為什麼不開呢 史太林說 他們說這班人養牛和羊給我們吃肉就行了 那時候有五六十萬軍隊 住在蒙古 對著中共那裏 他們是對峙的 你看到真寶島嗎 真寶島 真寶島 這個唐古拉是很特別的 我去到的時候 一看下去整個蒙古人 他說 我們跟蒙古人不一樣的 我們是跟他造反的 當日成吉思汗打西征的時候 我們沒有跟他去 所以他說我們是造反的 即是蒙古的反對派 所以蒙古就信他們 因為整個西伯利亞 那些白人 白人就不肯住在西伯利亞 那些地方真的很苦 太冷了 又冷又沽燥 又沒有藝術 俄羅斯人喜歡有些 鑫木 巴萊姆 文婆 去到那些地方 那些蒙古人讀書也是一般的 他們是有毛民族的 馬上得天下 還有苦皇之地 為什麼跳出來這個國防部長 因為蒲經想利用他 來控制整個蒙古人 控制蒙古人 因為有什麼事呢 由蒙古人 西伯利亞對蒙古人來說就是蒙古人 西伯利亞對蒙古人來說就是他的 全部都是蒙古人 被俄羅斯那裏化了 他就覺得他是他的 找他就有好處 他老母就是烏克蘭人 所以有些順順 所以有些順順 有些順順 有些順順 老實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老母 他就不會變成 他就不是軍人 是工程師 之前我也有聽你說的 做工程的 生意搞 不是軍人來的 找他來鎮壓那個 那段時間 就成功了 但人家根本就不是因為 狂炸 狂炸是不用懂得打的嘛 之前那個 是靠狂炸的 你給我命令 蒙古人很受命令 你給我命令 我就馬上下了 不可猶豫的 找他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 控制了其他蒙古族 因為蒙古族 今天蒙古族 在那個上海 什麼叫做上海 上海合作組織 合作組織裏面 叫做 觀察員 觀察員身份 因為為什麼他不承認那些疆界 所有 江澤民那些 說給了人的地 他說是他的 他說是他的 你又不能說 因為很多地方的名字 都是蒙古文來的 貝加湖 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就是蒙古文來的 鮮卑 鮮卑 他們覺得他們是鮮卑的後代 不過搞不清楚 蒙古裏面那些 太亂了 他什麼都說他是他 跟他是他有份的 連土耳其人也說是他的同黨 土耳其是特缺族 他說他是他們那一部份 他們裏面也有幾支特缺的 你知道那時候就是浩洛 特缺是分開東西的 特缺是被唐朝堆壞了 特缺去了現在中亞地方 古瓦 那族人 不是很多人 只有幾百萬人 那裏也沒有 差不多一百多二百萬人 很少 那裏 但是那裏的地方很漂亮 在哪裏呢 在新疆的上面 新疆的北面 就得到普京的信任 那他又要用 以而制而 找他來控制 整個西伯利亞 因為現在西伯利亞的人 都在回去的 那些白人都在回去的 尤其是小孩子出生 他就去 去西歐那邊去讀書 就是歐洲那邊讀書 然後就留下 就不肯回來 因為那裏真的太冷了 我們開車 我又滿洲里 駕駛去伊古斯卡 全程 那些屋 放棄 沒有燈的 放棄了那些屋 就不肯回來 這次這個人失蹤了 失蹤了十天 現在是兩個星期了 他上一次公開露面是11日 然後 他在這個網站 即是他的國防部網站的 最新的消息也是11日 今天是25日 剛剛好兩個星期 打敗仗 是要負責任的 現在普京 在這裏大整肅 好像史太林 凡是追究 不只是追究你失敗 追究你 好像懷疑你不忠心 沒錯 因為那個 烏克蘭的反貪局 有一個反貪部門 然後就找你感謝少依股 他說多虧你們那麼貪污 我們的軍隊才能撐到你們那麼久 老實話 我現在說廣東話 不怕得罪他們 蒙古人是很貪污的 不貪到你沒有辦法 想像的 其實亞洲人普遍都是這樣 我也是想問 袁爸爸你去過那麼多地方 你覺得最不貪污的國家是哪些地方 香港 以前的香港有一個ICS 真是少 你以為美國人不貪嗎 美國人來香港買貨 美國人來買手 那些很少收入 幾萬元美金 十萬元美金一年都不到 那些買手 你用什麼來看他呢 你用什麼來看他呢 一年人工十萬元美金 因為美國人覺得 買手 你有什麼技術 買東西而已 落單而已 給人工十萬元 那時候可能多了一兩萬 你一個月一萬元 人工美金 用什麼來看他呢 每個人都被人搞定的 來到就整棟銀子 中共搞定他們 不用中共 香港人都搞定他 這件事是很難抓的 美國人的ICS就不敢去搞他們 沒有去搞他們 他們收現金 那些人有貪到 我告訴你 從50、60現代 買塑膠花開始 貪到今天還在貪 所以香港是 最大的 最清廉的了 不是不是 最大的 香港不是不貪的 香港是offer而已 沒有人去報的 沒有人去舉報的 香港是行賄 行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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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我們香港人之間 沒有什麼貪污 政府沒有貪污 但是這班人都搞得粗糟 這班人都搞得粗糟 這班人 都抓不到 一個人都抓不到 很少抓到 沒有什麼機會抓到 因為美國那邊的執法部門 不出聲 香港的ICS 不會做事 不做事就搞得 那班人都搞得 所以全世界都貪污 最不貪污 就是香港本身 有了ICIC館 那時候的香港政府 不是現在 香港政府 政府的社會 就全世界變了 連ICS的頭也找了一個 那條白鬼東西 白找綠 然後劏曉明又在那邊 又說要幾萬人買牛腩 這班人根本就是跟大陸交好 跟公安大家勾結 其實香港近10年8年 官員全部都赤化了 因為他上大陸上國情班 上國情班 日後就那麼膚草 晚上當然是唱棋的啦 唱棋當然是攬女的啦 什麼都包了啦 是人都腐敗的 個個都腐化了 所以真是慘 我們原本的香港的警察 警察現在最離譜 真的慘 老實說真的100年 就看到一個這樣的隊伍 將來就沒有了 幾年就讓他扶花了 我最討厭誰呢 我真是梁振英多過 林鄭 林鄭就是接受命令 梁振英主動去破壞 徹底赤化香港 她有很多貪污東西也沒有說出來 最近也是掩著而已 她跟孫立軍有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沒有搞出來 在金融界做了很多貪污東西 我們這一節就簡單說一下全世界貪污史 我還可以再提及一宗 美國的貪污 因為 我們之前有朋友跟我們說過 他說他的朋友在美國 可以給錢搞得到移民局得到居留權 美國啊 美國也可以嗎 他說是呀 他幫他做到紀錄的裏面有啊 移民局其他人來查 是真的喔 這個綠靠的 不過你真的問了 我也跟議員爸爸說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 其實呢 就有點像新加坡 好手法的 不是因為法治 觀念 是因為是細淡 其實是細淡 跟我們撤了ICCC是有關係的 以前都是貪到離世譜啦 香港人是小的 你經常怕被人偷聽 他們很多人覺得自己在偷聽 後來你們那群年輕人出來 教育也好了 收入也好了 過程的觀念就改了 沒有那麼貪 以前那些不是的 什麼都好 消防員也要收到錢 才是太貪 要貪了 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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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工夫呀 被收入 後來政府也高身養廉 因為你人工高了 人工就高了 貪了 你一旺我們就沒有福利了 不如我不貪了 然後長期沒有了 連隊員也沒有了 所以你問我哪裏最不貪呢 是香港 但你沒有理由100%的 新加坡也不錯 新加坡也是高薪 後來又高薪 他們就不值得貪 現在真的很高薪 新加坡也很高 他們覺得不值得貪 我們這一節暫時先說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回覆一下